怎么跟你形容呢 用完这几个APP之后 我的感觉就是相当相处对象 要钱要脸 我要老爸 你孤独吗 孤独可能是这个时代 每个人身上的野形标签 伴随着这种孤独 各型各款的社交APP 也开始应用生 最近我读到了一份 非常有意思的报告 目步研究院 2019陌生人社交行业洞察 这份报告对市场上几款 非常流行的社交APP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那么这些APP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 摆脱孤独交到朋友找到对象吗 今天我们就来测评 市面上的几款社交APP 探探 莫莫 UK 积木 搜 我将会从以下三个方面 对它们进行测评 分别是恋爱指数 也就是这个APP 对于谈恋爱功能的强调 交友指数 也就是这个APP 在你交朋友的过程中 是否能起到帮助 可玩指数 也就是这个APP 它本身是否有趣 是否可玩 那么我们话不多说 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来对这五款APP 进行一个简要的概括 不管是哪款APP 男性用户的比率 都很大程度上 大于女性用户 男人 从年龄上来说 探探和莫莫的年龄 是普遍来说偏大的 而积木在18岁到24岁 这个区间的用户 比率超过了65% 是名副其实的年轻人社区 同时积木也是 高学率用户的比率最高的 而UK因为他的年纪 普遍偏小 所以一半的用户 都是初中生或者是高中生 GCS 但你们这么大的年龄 哼 QQ都不碰一下子的呀 从职业分布来说 莫莫的用户 主要为企业白领 和服务员人员 而Soul UK 积木 主要为学生用户 Soul 积木 在要线城市 受欢迎的程度 远超 探探 莫莫和UK 对着五款社交APP 做用户画像的话 莫莫是小镇已婚青年 探探 是文中多金大叔 Soul 是奶蒙学生党 UK 是留守高中生 积木 是潮流一线男 总之 这都是 男人 探探 关键词 颜值社交 恋爱目的性强 功能单调 年龄跨度大 难以进行深度交流 探探可能是大家 最熟悉的一款社交APP 基本没有什么 话里胡哨的功能 就是单纯的 想傻朋友就完了 小小还是喜欢 小优还是不喜欢 那对方也喜欢你的时候 小优华手机会震一下 显示你和他 互相喜欢着对方 这个设计 其实还蛮可爱的 小优华的时候 手机震一下 就会有一种 心动的感觉 同时也避免了 现实生活中 被决定的尴尬 既然你们俩能 互相匹配上 至少就说明 你们俩对对方的外貌 其实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探探的聊天方式 比较单一 基本上只能通过文字聊天 你就说俩陌生人 就见过对方一张照片 还不说已经批了多少了 能有啥可聊的 就只能硬聊 你多大了 有男朋友吗 照片是你本人吗 具体有多硬呢 咱们说跟一个 讲话投机的人聊天 那感觉就好像是 如沐春风 而在探探上聊天 那感觉就是龙卷风 就好像这个风 拿大石头扔你那么硬 所以我对探探的打分情况 就是恋爱指数五颗星 交友指数三颗星 可玩指数一颗星 默默 关键词 接地气 直播功能 年龄偏大 默默这个软件 我有一点点怀疑 它到底是不是 一个交友软件 因为在这个软件上 你竟然可以看直播 折地主 它基本上是由直播 小游戏 附近动态 这三个功能组成 附近动态就相当于 陌生人的朋友圈 基本每个社交APP 都有这个功能 只不过名字有所差别 在默默上 你可以向别人打招呼 收到别人的招呼 可以选择走华忽略 或者是诱华聊一聊 个人感觉 我默默这个软件的人 这个年龄 确实是有一丝天大的 这个软件设计的 也非常的接地气 甚至可以说 有一点点的土 所以对默默的打分情况 就是恋爱指数四颗星 交友指数三颗星 可玩指数四颗星 Yuki 关键词 声音社交 年龄偏小 Yuki呢 基本来说就是 微缩版的贴吧 朋友圈和唱吧 给我最大的感觉 就是玩这个APP的人 他这个年龄 普遍是叫其他APP偏小的 你看一些人 发他的照片呢 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出 他是一个初中生 或者是高中生的样子 怎么回事 难道从我那个时候 就开始嚷嚷地解销解锁 终于有效果的吗 现在孩子 都也都这么不保格了吗 还有这条动态 我给大家念一下 九年级上学期 语文书 第一排三十四页 倒数第十二行 最后四个字 是我 想对你说的 然后呢 就有另一个小同学 在下面评论 我只爱你 对吗 语文书是让你们这么学的吗 我小处高蝉联语文课代表 必须 对你们提出严厉的批评 这个APP的头像 也是捏脸 所以呢 还是一个比较强调声音的软件 像里面有一个声控的功能 就是一首歌 一个人可以唱前几句 另外的人滑到这首歌 就可以接着他唱 这个功能 确实是让我发现 男生和女生之间的 一点差别 就这个男生吧 他有的时候 确实 是有一点 这个 离知自信 像这个功能 你如果滑到一个小姐姐的话 不出意外 你就会发现 哎哟 唱得不错哦 但是如果你滑到一个男生 你就会发现 他唱得真的是非常深情的 难听 不但做作 而且用力 时不时 还能给你整出几个花枪 口说无凭 我跟大家一起听几个 风银色的生活 人心的跳过 疯狂的冒出来了 有天我睡醒看到 我的身边没有你 在我的右边 是你曾经喜欢的玩具 一堵云 再多守思念的寄托 我忍耀于街头 叫叫我唱鸡毛 是你最美的镜子 我明天睡不着 想念你的微笑 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也不停留 各位UK的打分情况是 恋爱指数三颗行 交友指数五颗行 可玩指数四颗行 积木关键词 小众同好 兴趣爱好选择多样且隐私 积木的组成主要是走华优华 陌生人的朋友签和随机语音聊天 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走华优华 加入了视频的走华优华 同时分类更加年轻 更加细化 你可以随时更换 你看到的人的年龄 和你之间的距离 你喜欢人的性格 和他的兴趣爱好 兴趣的分类 是我最喜欢积木的一点 有一种自己充分 被包容 被理解 被尊重的感觉 像是生活这一块的分类 就比较大众 包括恋爱 宠物 健身 像兴趣这一块 就稍微小众一点 可能包括电竞 球形爱好者 和二次元等等 关于另类的表达 就有一点点的隐晦 像是释放 就是一个人在点炮 字母 就是一个人被捆绑的 外屁 就是一个人在看自己的脚 LGBTQ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我感觉 自己这个笑容 突然有一点 不可描述了起来 所以根据这些功能 就可以找到一些 跟自己有相同性系爱好的人 对于积极的打分情况 恋爱指数 四颗香 交友指数 五颗香 口感指数 两颗香 So 热化颜值 声音社交 功能繁多 文艺气息 声控福利 So这个名字你一听 你就知道它肯定是有典故的 它应该是来源于 咱们都听过的那句话 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 作为一个 在现实生活中 和网络世界上 少说被几千个人 夸过有趣的人 我必须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句 在恋爱这个领域 好看的皮囊 人家确实好看 有趣的灵魂 啥也不是 另外有趣呢 在我心中 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词汇 像我自己呢 是绝对配不上 有趣这个词的 这句 好看的皮囊 千篇一律 有趣的灵魂 万里挑一 一出来 真的不知道害了多少人 本来呢 都是挺好的 小姑娘小小子 可能呢 对自己这个外貌吧 确实是有点自卑 就像我 所以呢 就是努力的 想去成为一个好性格的人 努力的去待人 爱人 结果这句话一出来 完了 一夜之间 遍地都是有趣的灵魂了 大家就牛了 飘了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地好了 感觉自己也能凭借 自己所谓有趣的灵魂 成为婚恋市场上的 钻石王老五了 没有的事啊 哥 千万别对自己 有太大的误会 之前网上不是有一个问题说 有趣的高小松 和无趣的吴彦祖 你会选择哪一个吗 你听一听这道题 你得有趣到高小松 那个地步 才华横溢 妙语连桌 见过诗和远方 不舍爱你自由的人 才有可能 跟吴彦祖的一张皮囊 有一波之力 你再拼一拼 你自己那个 看过几个冷笑话 手机里存了几张 表情包的所谓有趣 能干过你身边那些 长得好看的 花花扑的蛾子吗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这样的感觉啊 就是现在跟一个 新认识的人讲话 真的是太费劲了 你就感觉 自己好像在收听 2019网络流行 与小课堂一样 大家都卯足了劲的 去展示自己 非常空洞的有趣 来换取虚假 又不是礼貌的 哈哈哈哈 真的 我求大家 没有那个力量 做人 最重要的 就是真实 你要相信自己 把真实的自己 展露出来 总有那么几个 眼神不好使的 能看上你 成远了 我们大会来说一下 这个APP 这个APP在你注册的时候 会给你一些 离婚次测题 然后把你相应的 分到一些星球上 像我呢 就是属于人爱星球的 系统呢 也会根据你的一些 测试结果 给你比配一些 应该会跟你聊得来的人 在Soul里 你用的头像是 捏两功能 你如果要开视频 对话的话呢 也会在你的头上 给你套一个 大的娃娃头 所以呢 大部分的社交 还是通过声音来完成的 我个人体验呢 Soul这个APP 基本上可以算是 一个声控福利了 它可以在 瞬间这个功能里 讲话 或者是发布自己 唱的歌 就我自己在 瞬间里面 听到的话 或者是听到的歌 来说呢 绝了 就真的是很好听 我录了几段 给大家一起品鉴一下 宝贝 我给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别的男孩 在打游戏时 会回你消息 不是因为 他们比我更在乎你 而是因为 他们打游戏会死的 啊 什么 我 我也想回你消息 可是没办法 我太强了 根本死不掉 你 能理解吧 两件放在台面上 是不是比UK要好听力 另外这个APP呢 感觉文艺气息 会浓厚一点 小哥小姐挺好看的 讲话也蛮可爱的 所有的打分情况是 恋爱指数三颗星 交友指数五颗星 口玩指数五颗星 最后 给大家总结梳理一下 看我干嘛 我脸上有赠 哪比记呀 如果你现在 是很想去处备对象的话 建议探探 如果你有一些 自己比较小众的 相绝爱好的话 建议寂寞 如果你年龄偏小 建议UK 如果你想找一个朋友 聊聊天 建议SOUL 如果你是男的聊天 男的打字 只想随意的打发时间的话 也可以去默默 看一下直播 所以我觉得 我的对于社交APP的态度 首先第一点 不要有先入为主的 刻板印象 不要觉得在社交APP上 遇到的人就是渣 就是寂寞 就是想娃娃 他也可能 就是想单纯的 做一个社交APP的测评而已 第二 要保护好自己 网络世界确实是 语论混杂的 真诚待人 不能保证就被真诚相待 所以凡事 咱们一定要多留个信仰 如果被冒犯到了 要善用几报 其实我自己呢 这个情感经历 真的可以说是相当匮乏了 我的恋爱经历呢 基本就来源于那些 素人谈恋爱的 什么我们恋爱吧 心动的信号 遇见你真好 不懂就问CP 奇闻CP 沉默CP 哎呀 如数价值 我看这些综艺 或者是那些 很甜的电视剧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最大的感觉 就是 哎呀 哎呀 好害羞啊 就是我心里 就是会有一种感觉 我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抱他一下 就是 他可能就在我旁边 然后他是可触碰到的 然后我就可以 抱住他这个样子 像咱们现在 其实都挺忙的 可能很难去认识 一个新的人 像这些社交PP呢 他就给了咱们一个渠道 去拖宽自己的社交面 去认识更多的人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 但是 有了这个渠道 有了这条路之后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顺着这条路向前走 去到达一个 更真实 更需要付出时间 精力 努力 去维持一段关系的世界 最后 祝愿大家都可以 交到很好的朋友 都可以拥有